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亚特兰大 芝加哥 洛杉矶 迈阿密 纽约等全国十座主要城市中遭到遣返 但尚未离境的至少2000名移民 届时美国各地也是传出了示威游行 在华盛顿州有男子就是携步枪攻击非法移民居留中心 而当场遭到警方的击毙 这个科罗拉多州则出现示威者攻击ICE的大楼 卸下美国国旗而升上了墨西哥国旗的抗议活动 川普也表示说这次的行动是为了遏止中南美洲偷渡潮 但预计有不少中国移民也会遭到持余之殃 根据一份研究中心在6月份打出的报告 美国大约有1050万非法移民 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已经在美国居住了超过10年以上 目前来说美国境内就有110万移民 接到了移民法庭的驱逐令 法庭的记录显示说在这些移民当中 有约40万的人是来自于墨西哥 21万人来自中美洲 还有8.4万人是来自中国大陆 由于ICE代理局长表示ICE收容空间不够 可能会被迫的拆散部分家庭 所以说他的举动也是引来了不少的批评 我们再回过头看2016年的时候 奥巴马政府也曾进行过大规模的移民扫荡活动 当时的目标约有10%落网 是的 那这一次美国政府的行动可以看得出来 是这个算是过去来讲算比较大的一个做法 每次要抓2000个人 是 因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 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一直就是他执政的一个 比较当的一个政策之一 那么当时他有说要延长美国的边境 也是不惜这个联邦法联邦停摆 他也要去做这个事情 硬要做 对 那么现在来说又要这个全方位的 打击非法移民 看样子特朗普的政策是有一点变得越来越强硬了 对 当然跟他的这个政党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呢美国有民主党跟共和党 那共和党呢一般来讲是比较右翼的政党 对不对 比较保守一点 那对于这个美国人的利益呢 尤其在选举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美国优先嘛 对不对 那让美国重新回到习日的那种雄风啊什么之类的 反正呢就激起那种民族性 对不对 那你如果不是美国人呢 基本上呢就不欢迎 对对不对 所以呢他会有这一次的这种行动 而且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也一改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的说法了 好像就是说以美国人自己为优先 美国人自己为自豪 其他我们就不接受 不接受 但是不能否认因为美国国土的关系 跟中南美墨西哥啊都接龄在一起 加上一直以来呢 这个有很多人对美国的向往 所以大概就是官方估计啊 这个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啊 上上下下 在美国三亿人口当中啊 大概有1200万人是没身份的 对 黑在美国 黑在美国的 因为有些人当时呢 是用学生签证 旅游签证各种方式啊 合法进入美国 然后这个时间到签证到期了嘛 他就预期拘留 意思就是说 我准备就黑在这里不走咯 那这种呢 占现在1200万当中啊 大概一半 一半的人呢 都是属于这种 五百多万人 有一些是翻了墙啊 什么跳船的啦 难民 甚至有那个船员跳船啊 什么诸如此类就混进美国的也有啊 所以呢当年美国对于这种外来移民呢 基本上呢曾经有过大赦啊 甚至美国对于啊当年跟古巴搞矛盾对不对 如果你是古巴人 你游泳啊 比如游游游游游什么 冒着什么小艇啊 什么想方设法 只要你到了美国 你爬上岸 基本上我这个警察啊 就不抓你 会给身份吗 就给身份了 就说你都已经啊 那个飘洋过海加勒比海都过来了 对不对 墨西哥湾 然后你上来 上来以后呢 基本上如果在海上抓到 那当然呢 我还是把你遣返 但你只要爬到岸上 基本上呢就接受了 可是这个是因为古巴跟美国的关系 但是大部分呢 你非法拘留的在美国啊 如果去过加州的朋友都知道 满街都是啊 他们就讲 如果把这个加州的非法移民啊 给抓光 基本上有钱人啊都要疯了 因为有钱人家的Garden 都是这些非法移民啊 在打工 对 现在确实有一种声音说 抓的这些非法移民 他们都在什么屠宅场 种植员工作 对啊 要不然就是一些 出国嘛 手无腹肌之力的老人或小孩 对 这些人只要一走了的话 美国基本上就空了一大半 因为劳动力 而且这一千两百万人当中啊 他们说一半以上啊 有劳动力 那15%呢 是有大学毕业文凭 那这批人呢 基本上做的事情最辛苦 待遇呢很低 因为你打黑工嘛 对不对 那这个如果是有身份的 可能要25块美金 那我给你15块 搞不好有人就说 谢谢谢谢打黑工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让那些有钱人啊 这个痛苦 所以这个其实这些非法移民也很可怜 在以前的 因为我知道在纽西兰的社会 大家好像政府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知道有黑在这里的 但是呢 没有大规模的经营扫荡 成本太高 对 那么对于特朗普现在来说 他现在就是要赶尽杀绝的意思 因为这两千个啊 只是呢 这个做给选民看 因为呢你要知道抓一个人 有抓人的成本 对不对 你要在十个城市动员多少人去抓 抓这两千人 好 抓了以后你要怎么办 一定要送走 送走又有成本啊 对不对 所以纽西兰呢 一直以来呢 在光是纽西兰非法拘留的人 其实也不少 但是呢 这个政府其实 你不要犯罪 基本上 政府也睁之眼闭之眼 抓不了 太贵 社会成本太贵了 太贵了 太贵了 因为你坐飞机走啊 这么这些算下来啊 你抓不了的啊 那美国这一次呢 抓呢也是一个 因为基本上共和党嘛 对不对 特朗普一直以来 上任呢 他总希望不停的做事 对 因为中美贸易战呢 现在呢 进入一个 又是回到那种谈判桌的感觉 他要刺激啊 那个选民的 或者媒体的 那个对他的注意力 他就开始抓非法移民 先抓你2000个 那很多美国人呢 搞不过还说好 对不对 因为在这个民调当中啊 一半的美国人呢 认为非法移民啊 如果他又有工作 对这个有缴 等于是算对这个国家 有贡献生产力嘛 就应该给他身份 嗯 那当然就少部分是说 不行 一个都不能留 抓到全部送走 对不对 据我所知啊 很多有 就比如说黑在美国的朋友 都讲说 他们在等大赦 但是好像特朗普政府 就越来越严了 就准备等特朗普 比如执政过后 等这个风头过了之后 大家现在就躲 现在就躲 不要就出来 被他给抓到 对啊 所以这个都是 每个国家所存在的问题 其实美国就本身 就存在这种问题 历史的关系 有那么多原因 有那么多人 1200万 比我们的全国人口 还多 四倍啊 对不对 那这个讲起来呢 那三倍是三十二 对三倍 所以那现在该怎么解决问题啊 我觉得跟他的这个 整个政策有关 跟他的这个执政团队啊 各方面的动作 他必须啊 显出很强硬 保守派选民的那一条 像鹰派一样 对不对 你看我对付这些非法移民 我就是这样 他抢你工作 我把他抓起来 对不对 对当然来说 特朗普这次的这个行动呢 也邻居也遭殃了 就说这个 不是 就加拿大吧 他就说 据统计 从17年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缩紧开始 到18年的10月底 已经有1.6万个非法移民 是跨入了加拿大的边境 增长 跑去那边 对增长率是700% 这个 因为我大概记得 大概很多很多年前 我去过这个洛杉矶啊 的时候听到朋友 就讲到一件事 说洛杉矶那边呢 有很多这种餐厅老板 不良老板 这老板很坏啊 他就雇这个非法劳工 然后呢 到了这个月底要发薪水的时候 他自己啊就打电话给移民局 说啊 那个哪一家餐厅厨房里面呢 有五个打黑工的 你快来抓 然后呢移民局就来了 那老板呢还好心 就冲到厨房说 移民局来抓人了 快点从后门跑 你知道那五个就逃啦 薪水就不要领了 就不要发了 对不对 然后呢他在找五个 就干这种事情 真的有这种餐厅老板 那当然呢 那个移民啊 有的时候你说这个 也真是血泪死 对不对 当年有一个非常有名 在纽西兰的杀妻嫌犯 这个叫薛乃印 他杀了他 这个在纽西兰杀了他老婆之后呢 他就先逃到澳大利亚 就逃到美国 他逃到美国之后呢 他就等于在华社就混嘛 在当地混 混混混混 那他有一天啊 就跑到餐厅的后门 就说你们这边要不要找工人啊 然后说啊 我们这边不缺工啊 你哪里你哪里啊 大家就聊起来 用讲普通话嘛 就聊得很愉快 后来呢 这三个人呢 就发现了 这个家伙居然是个通气犯 对不对 结果呢有一天呢 这就隔了几天 他们三个就把那姓薛乃印啊 就约了 所以过来吃饭 这三个人就准备好绳子啊 什么棒子啊 都准备好 那薛乃印一到之后呢 三个人就扑上去啊 捆起来 因为听说他是武功大师 你知道 是把他小孩丢在澳大利亚机场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有印象吗 对不对 他就逃到美国去 这三个人知道说这个人功夫很好 对不对 所以什么棒子啊 棍子啊 全部准备好 为什么不报警呢 因为有奖金啊 对不对 有悬赏奖金啊 这三个人呢 就一扑而上 噼里啪啪啪 给绑了捆了 然后报警 第一 这三个人呢 听说后来啊 给身份了 这三个是黑工 就是华人嘛 黑工没身份 给身份 第二 发奖金 第三呢 变成优良市民 逮捕了这个杀人犯 所以呢 这个有的时候呢 这个 讲起这件事 这三个还真的是蛮勇敢 非常 好lucky啊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还电话 采访这三个 三个人 他就描述给我听 说怎么样 把他请过来吃饭啊 怎么样怎么样 当他们很害怕 怕武功大师啊 突然打个降龙十八掌 那怎么办 对不对 还好 这一招就变良民了 把他给摁住了 身份也解决了 好 讲到这里呢 这个我们稍作休息 待会儿继续 新闻今日谈 我们再有更多精彩内容 带给大家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各位君诺哥 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的第二段 我是David 郑经纬 那下午好 我是Summer 是 那我想到第二段节目当中呢 跟各位要来谈的是 MH马航370航班呢 这个法国又一个最新的调查报告出来了 对 他最新的调查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机长有故意坠机的嫌疑 马航MH370呢 是从14年的3月8号 从北京飞往吉隆坡的时候呢 中途失联了 吉隆坡飞往北京的时候 中途失联了 街上有239人 华人呢 就占了152人 但是失事飞机的原因到现在来看呢 也是尚不明确的 那么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 马来西亚政府是宣布结束搜索了 只剩下法国调查人员 那么法国调查说 最近在获得新的一批飞行数据后呢 证实飞机曾经有不正常转弯的嫌疑 由于这个转向只能是人为操作的 所以说怀疑当时的这个机长 扎哈列是故意让飞机坠海 而且还有证据是透露说 在飞机失踪前最后一句通话的时候 扎哈列是说出了晚安马航370 这个机长当年是在社交网络上的嫌疑 在坠机之后是被披露了 其中就有包括滋扰年轻女模特 反政府言论等等 所以说心理学家就只说她有自毁的倾向 因为她曾经在这个著名的双胞胎模特姐妹 叫做刘其敏和刘其慧的Facebook专页当中 留言是高达了97次 更是大骂时任马来西亚的总理为白痴 她在一个月内是发了119篇贴文 表达了她对当时政府的不满 呼吁所有人来进行反抗 那么调查人员是怀疑她有忧郁症 估计她可能在当时打晕了副机长之后 自己控制了飞机 然后故意令机舱施压缺氧 再让这个客机坠入到海中 那当然从这一张图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今天这个大家法国这份报告当中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这架飞机它当时从这个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它从吉隆坡起飞之后 在黑色的这个虚线的部分到这个红点之前是正常 照讲它应该继续往北京飞 但是它在这里做了一个叫做战术性的回转 所谓战术性回转这个都是一般战斗机飞行员都知道 就是说它从原来的这个高度啊 一下爬到一万三千多尺 快速爬升之后呢 做了一个急转弯 两百七十度急转弯 然后急速下降到七千尺 这个不像是客机一般会做的事情 对 而要不然就出现紧急情况 是 那当然来看呢 这一次呢 这个它所谓战术性这种转弯啊 是一般战斗机为了要甩脱雷达的追踪 敌机的追踪呢 会做一个先爬升 然后急转弯 又再 又是俯冲下来 这样因为俯冲速度快就很快可以逃掉 那当然来讲一个客机啊 一般不会做这种那么剧烈的动作 因为它在冲上去那一刹那呢 因为会缺氧 那飞机上大部分的乘客啊 可能会就昏过去了 然后它来个两百七十度的转弯之后呢 再来一个俯冲 从一万三千公尺冲到七千公尺 就那个失重感 对让整个乘客在里面呢 就是基本上都昏过去了 所以呢它是自己当然是有备而来了 所以呢它在这个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呢 又开始往南太 这个叫南印度洋啊 就飞去了 那飞到最后呢 据这个法国这份报告是 这个飞机一直在机长操控当中 因为之前是说机长也昏了 大家都昏了 飞机是自动导航 飞到没有 但是呢 以法国这份报告说 做这种战术飞行的这种啊 是人为操作 第二它整个航线到飞机最海那一刻 机长还是清醒的 对它有留最后的一通通话 对 说晚安马航370 是 有点感觉像是留的最后的一通遗言的感觉 那当然这个人的这种偏激啊 这种啊 那当然这个现在变成一个罗生门 虽然呢 在流泥望岛啊 这个靠法属啊 这边啊 有看到一些残骸啊 这个漂浮物啊 现在也确认是属于马航的一部分 但是对家属来说呢 他们至少希望知道飞机坠毁的地点 那至少呢 能够对这些 因为家属你能理解那心情吗 对不对 而且他们现在找到的这个飞机残骸 确实对破案吧 没什么帮助 都是一些比较不重要的零部件 是科学家就用电脑3D啊 做了一个模型测验 说假设这架飞机啊 真的在空中没有油的时候呢 它是如何坠到海面 设计了大概电脑算出来有六七种 坠落点 它可能会向右倾斜或向左 或像怎么样啊 反正呢 他们就算出来这几个点 那就准备啊 就开始到海里去找 那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说 假设我们把这个 当时南印度洋啊海水抽干 这架飞机会怎么散步在海底 的结论呢 除了引擎 还有这个起落架 比较重 大概在第一时间呢 它落在哪 它就沉在哪 除此之外 飞机上其他硕的东西 基本上都比较轻 什么机身啊 那种 机翼啊 全部会飘走 而且飘呢 照这个洋流计算 果真啊 飘到了 印 非洲 流泥望岛这附近啊 完全吻合这个落点 那当然来讲 现在的这个海水的深度啊 这个有几千米啊 范围呢 这个虽然电脑算了半天啊 但是呢 也有很大一个范围啊 很大一个范围 现在这个 这个他们用这种 类似这种超声波啊 到海底去扫描 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扫到 比如说像引擎啊 那么重的 对不对 什么那种轮子啊 那个起落架 应该不会被潮汐给带走 但是呢 又怕它呢 因为重量很重 它最到海底的时候呢 因为海底啊 各位要知道 它不是平地 它高高低低 气起伏伏 它可能刚好掉在一个那个 就是如果我们讲 就三哇哇里 嘎啦里面掉进去 那掉进去里面呢 加上有一些泥沙 覆盖了以后啊 你那个超声波 扫过去的时候 是看不见的 探测不到 探测不到的 所以呢 这一次MH370啊 已经过了五年了嘛 五年的时间了 现在 也没有人再愿意花钱去找 我记得当时 我们也出了猎户座 中国也出了那个运输机啊 去找海尔76吧 伊尔还海尔76 然后呢 这个伊尔啊 然后呢 这个澳大利亚 法国美国各个国家都去找 他找不到 但是当去年大家都宣布说 那我们就不要再找的时候 遇难者家属的心里是觉得很遗憾 然后也觉得就是那口气也撑不下 但是最后还是法国有继续在坚持说 那我们还是继续搜寻他残海 看能不能还原当时飞机坠毁的真相 因为听说找到现在已经花了好几亿美金啊 对 找光是找到就花了好几亿美金 当然呢 这个大家都是希望要有个说法 但是呢 这个就有一点太难了 你今天再花个三亿 也可能还是找不到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和我们新西兰的那个 那个事情有点像 就是你说的那个 Angeleito派克核矿难的 一模一样 就说家属要说法 但是说法的成本是天价 你要不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这个派克核矿难 派克核 在纽西兰的派克核矿难到现在 对不对 一直要进去 你看发现的问题还是很困难 对不对 因为整个坑道里面瓦斯的那种 还有坍塌各种问题 泄露的进去 还是不容易进去 但是呢 这个要说法的代价 就是要花费巨资 今天MH370也一样 因为在历来 这个全世界的空难当中 基本上都找得到原因 因为有失事现场 对不对 有各种的数据 甚至有这个所谓的红匣子 黑匣子 它是红色的 红色的黑匣子 那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破解是 比如说机械啊 还是人为啊 还是什么意外 什么各式各样 就像当年啊 大家都应该记得 在全世界空难当中啊 最经典的一场 就是在纽约啊 这个有一架飞机啊 这个起飞之后呢 被这个鸟啊 让它的引擎啊 两边的引擎啊 吸入熄火 那这个机长呢 就把这个飞机啊 降在纽约的这个 哈德逊河上面 然后呢 这个飞机哦 真的降在河面上哦 当时是冬天哦 然后呢 这个机门打开啊 这个就弹出这个 这个像一个扶梯嘛 大家就站在上面 然后呢 很多渡轮啊 大家冲来救 居然在那次空难中呢 没有 没有人啊 伤亡 没有一个人的伤亡的空难 之前有讲过说 飞机如果说是 一个引擎熄火的话 其实是可以正常的 对 飞行的 但是它是所有的引擎 都两个引擎 同时熄火 都吸入鸟 然后就失去动力 为了这件事情 当时这个机长 是大英雄 对不对 但是后来啊 居然在非安调查委员会 认为呢 当时飞机的高度跟动力 绝对足够让这架飞机啊 安然返回机场 因为你交在河上 这架飞机基本就泡汤 对不对 就没戏了 对不对 那当然呢 非安记者说啊 你应该可以飞回来 当时就开听证会啊 如果今天这架飞机 有动力 飞机机长没有开回机场 故意降落河面的话 那他一辈子的名誉 对不对 就没了 他的事业也没了 在那种正在胶着的时候呢 那个机长正痛苦 一边呢 说他是英雄 一边呢 说他是狗熊 对不对 然后就在不停的 这个听证调查当中啊 机长都自己讲 我就在短短的30秒 就做决定了 我要飞回去 我还是降到河里去 结果他决定降到河里 因为他毕竟是 以前当过军机的机长 而且有经验丰富 对什么的 可是人家说实在 一架飞机降在水面 就像降在水泥地上一样 没有轮着 那水面你不要看啊 碰上去是很硬的 它居然能够平稳的降 没有人员的伤亡 到后来飞安调查委员会 开公正会 听各方面意见 电脑算怎么算 这架飞机飞得回去 但机长讲一句话 电脑算飞得回去的时候是 用最棒的条件算对不对 你把这些其他因素 统统加上去 这样电脑算 结果一算完呢 飞机啊 如果要硬飞回机场 一定掉在市区 你想纽约人口多密 那要死多少人 对不对 就最后还机长清白 而且就像您说的 要在30秒之内 你要做一个决定 又要保证机上所有的安全 难道不该成为一个英雄吗 之后你要是为人家责 这样大家 可是你知道官僚 官僚主义做事 就是公事公办 我们一切都走程序 人家还问他说 当时飞机上有操作手册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 看这个操作手册 他没有时间看 那个机长说 我就30秒 突然呢引擎熄火 对不对 那我马上就要做决定 是降落还是回头 对不对 那而且我飞机上 有那么多人 交在我手里的命 地上的人命 我机长要做决定 换谁 你一定是只有30秒 你只能做一个决定 你不能说 想想我后悔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 这MH370 将来再找到的几率是微乎其微 对不对 而且这个失事的原因也是无从下手 对因为我记得五年前 刚发生 3月8号 那刚发生的时候呢 没错嘛 3月8号 是3月8号 很多传言阴谋论 什么外星人也来了 美国的驱逐舰把它打掉的 然后呢 甚至降落在某一些非洲的丛林里面 什么一大堆啊 各种说法 但最终呢 这个现在看来 找到残海了 确实是属于机长人为的这种 故意坠海的概率啊 越来越高 所以在之前的新闻当中 我们就有跟大家说到了 这个机长有骚扰两个模特儿姐妹 对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他可能是属于忧郁症 或神经比较不正常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 显示说机长是确实有可能故意坠海的 对对 你看我们YouTube上面 朋友留言都留一次 没有留九十几次 对对不对 没有一天留九十几次啊 不过还是欢迎各位留言啊 在YouTube上面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 好的讲到这里稍作究极 待会儿回来看看 纽西兰呢 终于在这个周末 开始呢进入了腔肢回收计划的第一阶段 回收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一会儿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精神谈第三段 我是David政经纬 大家好 我是Summer 是在今年的3月15号 基督城啊 枪击案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的 全国舆论呢 一致哗然啊 认为呢 对于这个枪支啊 应该进行管制 所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啊 政府就完成了立法 四周的时间4月11号 对那现在呢 法律了啊 就要去执行 所以在这个周末呢 开始了行动 是那么警察部长就表示说呢 在上个周末 7月13号上午10点钟 是开始举行了基督城 首次枪械的收集活动 警察部长表示说 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为就目前来说 是回购了378人上脚的 542支枪支 以及578件的配件 警方说基督城收集活动 进展顺利 那么下一次收集活动呢 是将在本周三 在北地的WIPO举行 全国各地呢 是计划会举办 二十二百五十多场的活动 据估计回购的计划成本 会在2.08亿纽币 是的 那当然呢 警察部长的说法是这个巨大的成功 但是也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反应啊 还是稍稍有一点慢 有一点弱 因为只有500多支枪械 和全国两万支半支动部枪比起来 对 好遥远的数字 有电话 我们来先接听一下 来 这个朋友你好 喂 你好 下午好 非常高兴韩国瑜即将要宣布成为台湾的总统候选人 这个超声锅 他 他很有钱 我没有钱 好 初选出来了吗 结果出来了吗 等一下 初选结果出来了吗 还没有出来 一定是赢的啊 那你不能用推论啊 现在还没有出来吧 出来没有 还没吧 已经超过百分之十了 你现在就听我讲嘛 那这个超声锅呢 他还在电视上面哭啊 要求啊 求爹 求奶奶的 没 我跟你讲啊 他在 他在红海 那么有迫气 那么哇 没事怎么样怎么样 给很多青年人 塑造一个偶像的 一个很棒的一个 实业家 但是他并不是 你看看他的人格 到处去扯后腿 到处去怎么样 好 那这位朋友这样子啊 明天 明天 好不好 我们等初选结果出来 明天我们来谈这问题 好吗 好不好 谢谢啊 明天谈啊 好 谢谢您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枪支收购 这件事情讲清楚啊 那我就想问一下Summer 这个你觉得这一次的立法 走到这个地步这样子 现在开始回收 你觉得能够将来就不会有枪击案发生吗 可不可以说作秀的成分比较大 你觉得 这个也因为 因为毕竟我们有那么多枪 有全国上下有 不完全估计有120万到150万只枪械 然后关于那种半自动 就是我们常说可以连排发生的那种 就有2万多只 然后现在这每一场活动这样进行下去 我是觉得作用有点不太大 而且有可能这些枪支 万一流向黑市的话 那势必是不是会推高价格 而且枪支用有更多 以后可能原来1000多块就卖5000多 对不对 更没法管 那换句话讲 他就这个大概要 这一次大概要花多少钱 2.08亿牛币 那也不少 但是又没有效果 要花那么多钱 所以当然呢 这个315枪结案发生了 对不对 但没有发生前 有这种也没有那么可怕吧 这有过一次枪支修改吗 在之前 但是的话 可能这次我是觉得行动 是不是有一点点 政府在模糊焦点的感觉 就说我们在收枪了 怎么样怎么样 对并没有 我们到现在并没有看到 有实质性关于 这一次315恐袭的一些 进一步的调查 进一步的调查和措施 光是在纠结于枪 枪支管理方面 因为就像这个刀子跟这个枪 他自己不会跑去杀人 都是人用刀用枪 对不对 有短讯怎么说 8946的朋友说 一打开电视又讲370 是没有根据的乱猜测 不是人家法国的调查报告 好不好 这个听新闻要听完嘛 对不对 基本上呢 新闻今日谈呢 我们都是有评有据 绝对不会说 我想我感觉 我觉得 对不对 我们都是呢 有这个方向 据了解 据了解 这事实 有这个法国的这篇报导讲的 因为他们的分析 有人家专业嘛 对不对 要相信 他可能没有看到 刚才的那张图 对对对 我们怎么 飞给他看 怎么下来 他没听到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要烦不要烦 好 因为这个还是很多人关心 回过头来再问一下 这样讲 你觉得这个 像这种走法 如果说效果不好 那老百姓大家态度呢 但是民间 就是有调查 超过一半的人 都觉得 枪支这样上缴 或者立这个枪支管理法 是非常好的 对 那你个人觉得 立法是好了 是好 但是就怕这个法立的太快了 然后有非常多的漏洞 之后要去修 就比较难了 对 这也是实话 其实看起来 120万支呢 收了2万支 还有一百多万支呢 在外面 还有临界 它是一种 各式各样的枪啦 有120万支 什么手枪啦 散弹枪啦 步枪啦 什么来福枪 到这种所谓半自动武器 范围很多 而且纽线过去买枪 是不需要登记 所以警方现在 自己都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枪 属于半自动武器 扭落在外 他能做的这2万 听说是跑去找那些 卖枪的枪店说 你卖过几把 你这边20把 你卖几把 100把 就像慢慢加出来的 那很笼统吧 对 而且就是我们说 常买的一些零配件 其实也可以把普通的手枪 改造成 不组起来 组一把枪 组装成 比如说半自动式步枪 就杀伤力就很强 所以有人曾经试过 就去买一个枪托 买一个枪机 买一个枪管 然后买一个这个买一个那个 最后回家呢 就斗起来 就变成一把枪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也是 有没有人过去买了那么多零件 然后回家组了一把枪 对 然后之前还 大家还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以前在买枪或者是 警察在调查的时候 警察其实没有调查的那么清楚 比如说你的找的证人 为你写的reference 什么样子的 警方有没有去你家 实地的看过你放枪的地方 以及调查你这个人的背景 好像都做得很表面功夫 流于表面功夫 没有到位 因为以前这个国家 大概对于这种 所谓的持枪商人的案件 毕竟不高 所以大家都觉得呢 这个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枪有就有也不碍事 但是在3.15之后呢 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一个 政府必须要去做的事 但是就这个长远来讲 有120万支枪 就算收了2万 还有百万支枪在外 你觉得这个这条路呢 怎么样政府将来 路漫漫其修远兮 真的是啊 路漫漫越来越难走 那当然澳大利亚在这个 20多年前也因为枪击案 亚瑟港枪击案之后呢 全面进枪 但是在最新的调查报告当中 发现呢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每一年有200个人呢 因为枪击死亡 枪都是黑市买的 还是之前留下的 没有销的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已经进枪了快20多年了 对不对 那全面进枪哦 还每年有200个人死于这个枪击案 对而且更奇怪的一点 在这200人当中啊 有一半是自杀 用枪自杀 对 对不对 这个数据我看的都觉得好奇怪 但纽西兰现在修改的这个法是说 禁止一部分枪和一部分枪的零配件 对但比如说像是纽西兰自然环境条件下 你比如你家里有农场 你用来保固自己 打那个什么野山羊啊什么 OK 对OK 但是那种来福枪就是单发 上一个膛扣一个扳机 然后装颗子弹再拉再打那种 那个是OK的 对 允许的 像是这种半自动步枪就要进去 就连发不行 而且真的是只有两万支吗 剩下的都是我们讲的那种 来福枪吗 或散弹枪或什么 当然就像你讲的 他这个枪呢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人就去买零件 他回家组一组 也就组出来了 或就可以变成一个这个半自动武器 就组装成功嘛 所以当然政府呢 现在有这个决心 立了这个枪支法的修正案 希望呢能够通过将来能够去执行 但是这条路呢真的是慢慢长路 效果有限 对不对 所以当初在国会立法的时候 投票结果是怎么样 119赞成然后一票反对 那还是有人不赞成 就压倒 算压倒性的赞成 不知道是谁啊 这还有意思啊 还居然有人会反对 那整个这个枪支进枪之后呢 但是对于这个喜欢枪支的朋友来讲 将来可能啊 不能做半自动武器的射击 但是呢对于你那种 比如说打猎啊这些还是不影响 对 比如说打鸭子用散弹枪 打那个野鸭 碰碰碰碰这样 那还是可以打 就一发的子弹的 对就是单发 或者是散弹枪可以装两发的也有 连发的呢不行了 因为杀伤力太强 比如说有一种散弹枪它有弹夹 里面呢也可以装个十发八发 这种散弹枪不可以 如果是比如说两根枪管 各放一发 蹦蹦两枪OK 运动型的OK 打鸭子可以 好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收拾休息 待会继续新闻今日谈 再来跟各位谈谈地球气候的变化 一伙见 一伙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